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要想健康 就要保持交感神经和复交感神经 它这个平衡 那么这个什么情况下造成不平衡呢 就是我们这个极度的焦虑 工作压力大 晚上熬夜 还有生活不规律 还有这个脾气不好 没有这个休养 这个休养呢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冷静 不要用自己的冲动来处理问题 冲动 有的时候冲动不但可以 引起身体的不适 和疾病 当然中文讲的怒伤肝 恐伤肾 悲伤肺 思虑伤皮 我们一定要调节到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的情绪尽量的平和 没有人是完善的 可能遇到悲伤的事情 我们都会悲伤 但是不能长期的 过度的出于一种抑郁 或者是抑郁的情绪 那么这是一种情绪上的 另外当然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快乐 生活的目的 没有第二种目的 没有第二种目的 你说是生活是为了什么 我为了赚钱 为了该栋好房子 为了建立一个宏伟的事业 实际上都不是 生活就是为了快乐 为了生活的快乐一点 到了后面 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家 也就是回到哪里来回哪里去 尘归尘 土归土 如果你的灵死天上来的 就到天上去 灵死地下来的 就回到地下去 我们最后都是要回老家的 那么我们应该活一天 高兴一天 不要为了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这样的悲剧 那么另外就是要吃好 吃好 像现在营养学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那么我一直对这方面不太重视 不太重视 为什么呢 我认为吃什么都好 只要你心情好 只要你心情好 当然我们饮食上还是要注意 一个就是要摄入均衡的营养 什么是均衡的营养 就是我们需要一点蛋白 希伯基百克的蛋白 我们需要维生素 我们需要微量元素 我们还需要纤维性的东西 我们还需要碳水化合物 等等 把这些东西 很多portion集中起来 就是很多种东西 不要吃一种东西 另外我看到最近的营养学 我也学了一点东西 那么高温 过高温 可以破坏营养成分 所以说西方人出去撒了 要吃生吃 我不建议生吃 我建议大家可以用开水烫一下 或者是蒸一下 那么他说是蒸的东西 比煮的东西好 那么煮的东西 比草的东西好 草的东西比油煎的东西高 因为油煎温度太高 一个是油自己也变性了 变成有害物质 另外我们的食物也得到破坏 所以说我们吃的清淡一点 水煮的 清淡的 清蒸的 像蒸面包 蒸包子 可能比烤面包好一点 我想没有大的关系 但是要吃的均衡 可以吃点鸡蛋 如果有甜甜的话 可以吃点鱼 虾都可以 但是尽量的少吃 高蛋白 高脂肪的东西 比如说牛肉很难消化 羊肉也很难消化 猪肉还好一点 在吃肉方面 说是 如果你能吃虾 你就不吃鱼 能吃鱼就不吃鸡 能吃鸡就不吃猪肉 能吃猪肉就不吃羊肉 能吃羊肉就不吃牛肉 当然有的人喜欢吃牛肉 个人的兴趣 只要你能消化也可以 再一个就是不要饮酒 尽量的少饮酒 饮酒可以引起癌症 这是都已经证实了的 另外一个就是抽烟 抽烟 当然很多人抽烟 我说抽烟当时杀不了你 不是很快能结束你的生命 有的人抽烟一辈子也没有癌症 那么关键你的心情要好 那么抽烟是有危害 对你的肺脏是有危害 我们也是应该不要洗烟 抽烟有没有什么好处 就是花钱 然后让你尼古丁上瘾 让你不抽烟就觉得脑耳骚色 就没有什么乐趣了 工作也工作不下 写东西也写不下来 这是一个 再一个要注意锻炼 每天锻炼 包括你的颈椎 包括你的肩膀 包括你的身体 蹦蹦翘翘 走走太极拳 如果年龄大了 可以达到太极拳 走走八段锦 这都可以 最后我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 因为我是搞这方面 我发现很多 迷肚神经 抑郁抑制的病人 它可以引起 口干 容易引起癌症这些方面 那么怎么样真正让迷肚神经 恢复它的功能 恢复它的兴奋性 就是一定要保护好 我们的颈椎 颈椎哪个穴位 如果说 你要问我 哪个穴位最重要 就是全身哪个穴位最重要 我说是只有一个穴位 哪个穴位呢 雅门穴 那么也就是说 雅门穴是不说话的穴位 并不是它可以让你 这个呈哑巴 不是这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穴位不说话 但是它是全身最重要的一个穴位 一定要把这个穴位照顾好 怎么样照顾好呢 就是这个穴位 很容易粘在一起 就没有间隙了 没有间隙就没有穴位 没有穴位就没有功能 没有功能 你的这个大脑功能就降低 没有血功 那么你的迷肚神经功能 就不能这个正常发挥 那么科学家也 我刚才也 科学家已经发现 这个只要你的迷肚神经功能正常 你的癌细胞就不容易得 如果你得了癌细胞 它也可以帮助你能杀死它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再见